嘿,你好,我是阿图 今天是iMovie介绍视频的最后一部分 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些 之前没有介绍过的隐形功能 首先我们还是从音频开始 这是一只在很久之前录制的视频 我想把它的背景音乐删掉 选中这个视频 找到分离音频 整一个音乐我都不是很喜欢 所以我只要把这个声音删掉就可以了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我点击这个视频 然后选择声音 直接按照静音就可以了 我现在加入一只新的视频 我们点击左上角向下的这个箭头 导入音乐 这三首曲子 我不确定哪一首曲子 更符合我这个影片的意境 所以我可以预览一下这三首曲子 比如说我选中第一个 我把鼠标移到这里来预览一下 第二首 这首比较浪漫一点 第三首 这首音乐比较欢快 那我就选最下面这首双击左键 音频把它拉到最下面 把鼠标移动到音频上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小圆圈可以左右拖动 在拖动小圆圈的时候会看到这里有一个阴影部分在变大变小 这是声音渐变的意思 我们把声音打开会发现它从很小很小的声音慢慢变大一直到正常的部分 我们在变换这个声音的时候一种方法是到上面声音的部分拖动 这里左右会看到这边的波浪会看到这里的音频波浪在动 另外一种方法更简便一些 只要把鼠标放在这里调节音量上下移动就可以了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要提醒一下的tips就是 在录制有声音的视频的时候最好带着耳机录制 并且把电脑本身的声音调到中间档位 这样的话听众在听你整一支视频的音频效果的时候 是最正常的不会说声音太大或者太小 在整支音频结束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让这支音频的声音从大到小的渐变 这样的话声音就不会变化的特别突兀 改变整支视频的速度可以改变这支视频说话人的声音效果 先听一下正常的速度 现在我加快这一段视频 放在这段视频 听起来怪圣人的 下一个tips是新的movie没有字幕和水影功能 那就需要我们想一些小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最笨的办法就是导入一段做好的水影 以图片的形式插入到这段视频里面 把这段水影图片插到视频里 把它调到适合的状态 并且要注意的是记得选最左边的这个框 然后选择画中画 调节水影的位置和大小 最后一个tips就是关于imovie怎么加字幕 一般选择下三分之一这个字幕 把它选在这里 把名称的部分删掉 在描述的部分插入想要选的字幕 字幕颜色 最新的movie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办法叠加字幕 没有办法叠加图片 这一段我只能放这么一段图片 这一段我只能放这么一个字幕 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导出这一段有水影的视频 再重新导入在这导出的视频的基础上 再加字幕和图片 如果你需要加特别多的图片的话 就要不断的导出和导入 所以这个APP只能满足简单的视频剪辑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所有的关于imovie初学者如何学习剪辑视频的介绍 就全部讲解完了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就请收藏吧 谢谢再见